说来说去精彩的文化典故 人前人后好玩的八卦角度 解读经典不一定按照史书 自立行间最看重人情世故 今天我们说人解字 说的是大人物张良 张良自子房 汉代初年的政治家 张良原本是韩国贵族 祖父和父亲相继辅佐 韩国的君王 但是韩国为秦国所灭 张良于是结交刺客 在薄浪沙行刺秦始皇 以赴亡国之仇 行刺不成功 张良隐姓埋名逃到夏培 张良隐居夏培 在桥上散步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身穿粗布衣裳的老人 老人故意把自己的鞋踢下了桥 不客气地要张良去捡 张良原想揍他 但看老人年纪大 勉强忍耐下来替他捡鞋 老人又要他穿鞋 张良不情愿地就照做了 穿了鞋 老人笑着对张良说 谢谢老师 愿意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我一向都愿意给年轻人机会 您不要客气 张良好奇老人的行为 五日后清晨来到桥上赴约 哦 老人已经到了 怒斥 与老人家相约 却晚到 这是什么道理啊 要他再过五日再来 五日后 激刚提 张良就到桥上赴约 还是晚了 老人又骂了他一次 又要他五日后再来 这一次张良半夜就守在桥上 等候老人 不久之后老人出现了 老人拿出一卷书册 交给了张良就说 只要好好研读这部书 就能成为帝王的军师 不出十年定能成就大业 十三年后 你会在冀北见到我 古城山下的黄石 就是我 老人说完之后就离开了 天亮之后 张良拿出老人送他的书册 原来是江太公所写的 太公兵法 此书非同一般 张良认真读诵研究 日后成为刘邦的谋士 过了十三年 张良果然在古城山下 见到一块黄石 把他带回了家 祭祀他 张良死后和黄石葬在一起 每当后人上坟扫墓 也一并祭祀黄石 那位老人又被称为 夷上老人 黄石宫 夷是桥的意思 西元前二零七年 刘邦攻入了咸阳 项羽分封韩城为韩王 张良于是离开了刘邦 辅佐新韩王 刘邦则成为汉王 一年后 项羽又杀了韩城 张良回到刘邦身边 助刘邦消灭项羽 刘邦从东攻打楚国 战败退兵 刘邦愤而对张良说 谁能帮我出这口气 我就把韩谷官以东 封赏给他 你觉得谁能立此功劳 张良答 英部原是楚将 且向来和项羽有嫌隙 彭越和齐王田荣 也正准备起兵反项羽 他们应该愿意做这件事 至于您的将领 独含信可主大事 当一面 如果将帝分给这三人 他们定能助您攻下楚国 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行事 这三人果然立下大功 张良对韩信的评语 可主大事当一面 就演变成独当一面 形容可以独立担当重任 谢老师一直夸奖我两遍 你觉得你自己有那么重要 张良为刘邦策划安定天下 成为汉朝的开国功臣 被封为刘侯 后人尊称他为谋圣 刘邦在洛阳南宫摆设酒宴 问诸臣 何以自己能得天下 项羽失去天下呢 有人说 陛下让人功成略地 事后分封土地 与天下同利 项羽却嫉妒贤能者 谋害有功者 另于行赏 不予人力 因此失去天下 刘邦说 你们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若说要运筹策为账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 我不如张良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你无声黑白 哇 若要说起唱这一句 我就不如你了 镇守国家 安抚百姓 确保良道畅通 我不如萧和 统领百万大军 百战百胜 我不如韩信 这三人都是人中俊杰 我因为能用他们 得了天下 项羽虽有谋士泛增 却受离间 而不能用 这正是他败给我的原因 谋划策略 并取得胜利战果 这就是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我是冯一刚 说人解字 下回再见 感谢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